哇,這一集有很多的發音,非常特別,所以如果我發音發錯的話,請各位見諒! Hey guys, how's this going? So,你們應該都已經聽出了一個消息,就是 2018 年的 11 月的 Arcadia 還結合了另外一個活動,就是 El Rowe! El Rowe? 表示這是台灣的電子音樂圈,有史以來第一次一票雙玩,雙國際品牌的電子音樂季! 簡單來講,就是你買了一張票,可以去兩個活動玩個唱款! OK, Venom,我知道 Arcadia 就是大蜘蛛,但是... El Rowe? The hell is that? OK,在 OOC 年度最遭員工 Jessica,連續 Google 了三天三夜之後,我們終於知道 El Rowe 是什麼東西了! 而 Jessica 也很用心的打了一份 238 頁的報告給我,要我把它全部看完! God damn it, Jessica, I hate you so much, you are so gonna be fired! 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 OOC TV,我是 Venom! El Rowe 簡單來說就是源自於西班牙的家族派對品牌,而他們的活動比起一般的電子音樂季,其實更像是一場嘉年華! 在跟大家深入介紹之前,我們先來看看 El Rowe 最近舉辦的活動,Deep House 2018! 這個派對在 42 公尺深的泳池中,參加者必須先潛水才能抵達派對現場,然後在水中你可以拍照,洗泡泡浴,邊漂浮邊享受派對! 不過,為什麼在水中會有泡泡浴呢? 為什麼海綿寶寶可以在水中生營火呢? 為什麼海綿寶寶可以在水中喝飲料呢? Anyway, El Rowe 主打的是體驗式的派對感覺,在 Google 上面搜尋 El Rowe 跳出來的都是七彩冰箱! 並且有非常非常多的裝置藝術,以及很多像是從馬戲團裡面走出來的人員,就像現在的 Diana! Why are we still here? 她受傷了? Just to suffer? Diana 在家裡跑跑,玩到指甲斷掉! 就一個! 就一個! 就一個嘛! 來! 她不想要! 回歸正題,在 El Rowe 的派對裡面,你不可能只是站在台下跟著跳舞,你會成為整個派對的一份子! 撒鈔票,拿武器,跟怪獸決一死戰,在充氣城堡裡面喝醉,都是在 El Rowe 的活動裡面,非常有可能會發生的事情! 而且在 El Rowe 的派對裡面,你會很驚訝地發現,原來世界上有這麼多種不同的充氣玩具! 不是這個!不是這個! 而且除了充氣玩具之外,整個活動的角色扮演也是非常非常厲害! 不是這個!不是這個! 神經病! Jessica,讓我做我的工作! 別拖替我的充氣! 我真的會殺你! 在 El Rowe 的活動裡面,充氣的裝置真的是被玩到一個極致! 除了城堡,還有像馬力歐遊戲一樣的闖關,或是一大堆的大型充浪玩具, 而 Cosplay 的部分,從愛麗絲木遊仙境到,I mean,任何你想得到的童話故事裡面的角色,通通都有! El Rowe 在一整年可以辦上上百場的派對,有三十多種不同的主題,目前足跡已經橫跨了七十多個地區! I'm talking about global scale! 更屌的是,這個大家庭的創始人,Jose Satoras,早在1870年,也就是末月一百五十年前的時候,就涉足了娛樂產業! 一百五十年前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呢? 那個時候連電視,甚至連黑豆唱片都還沒有被發明出來! 想像一下你在外面辛辛苦苦工作了一整天,十二個小時,回到家之後還要面對十二個小孩! 更悲慘的是,完全沒有任何音樂可以聽,更沒有Netflix可以看! 哇,以前的人真的沒有什麼娛樂! 但這很可憐! Alexa,你也要玩Despacito! Anyway,這個大家庭真的是各種娛樂產業都跨足過,從最開始的俱樂部到劇院,再到舞廳夜總會! Let yourself relax, I'll bet you can move! That is correct,夜總會! I'm talking about 1960s and the 70s. Disco, baby! Yeah! 而想當然,他們也有自己開設的夜店,而且都是骨灰級的! 在1985年,他們甚至復刻了經典科幻電影銀翼殺手的場景,打造夜店Florida 135 Tenzin Club! 總而言之,你想得到的玩法,El Rowe家族基本上都玩過! 這樣子超狂野的派對精神,連Ibitha傳奇夜店Amnesia都無法抗拒,趕快與El Rowe展開合作! 為什麼這值得一提呢?因為Amnesia是地表上最屌滅夜店,它可以塞五千人! 而且屢次在DJ Mag還有各式獎項獲得前五名的殊榮! 2018年的5月到10月之間,每週六在Amnesia舉辦的活動都是由El Rowe負責的! 然後El Rowe在休息了一個月之後,在11月10號就要把這些派對把戲全部通通搬來台灣了! 而本次台灣的主題是散博多莫多 Brazil!也就是部落叢林與巴西嘉年華的綜合體! 看看畫面中大家應該不難想像,基本上就是和很多樹、熱帶水果以及來自部落的奇怪好朋友們一同狂歡! 在神經叢林裡的搞笑部落裡熱舞的概念! 那大家的dresscode也可以非常簡單,只要想辦法弄到一點羽毛,或是穿得黃黃綠綠的就可以讓自己看起來像是叢林之王成為焦點! 當然還有El Rowe獨家的強力特效加農炮以及畫面中嗆嗆的人們也都會空運來台灣! 所以你在什麼期待? 這樣子極致的派對體驗,保證是你在台灣以前都不曾玩過! 趕快揪你的三五好友們,還有他們的爸爸媽媽哥哥姐姐們一起去挑一套最炫最酷的戲服! 11月10號,在Arcadia Final Landing 還有El Rowe Taiwan 大家一起瘋狂! Party! I'm not on drugs,I'm just really excited! And remember, always go out of control! 真的啦!這個El Rowe真的是太 out of control了! 我們11月10號見! And by the way,第二波預售票,VIP票券以及青少年票券目前都在熱賣中! 詳細過票資訊請看影片說明! 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Goodbye! 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